今天跟大家講另一個題目,叫做吃與不吃,我們廣東人一般叫做吃與不吃 出現李未記的十一章,第一節到四十七節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兩句話,叫做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我們都知道禍從口出就是惹禍上身,往往是亂說話 病從口入,患病經常的理由就是吃了不應該吃的東西 當然我們要了解什麼是不可以吃的 這個題目,吃與不吃,今時今日可能已經某程度過時了 因為這個新冠病毒的源頭最近令到越來越模糊 從起初在武漢爆發,所以稱為武漢肺炎 後來又發現是一種新冠狀病毒,coronavirus 所以又稱為新冠狀病毒的肺炎 因為在2019年爆發,世衛為了這個緣故,將這個病毒起了的名字 叫做COVID-19 後來中國有一位專家說這個病毒在中國爆發 但是這個源頭就未必是在中國 最快中國的外伯外交部又聲稱這個病毒來自美國 特別是這一次在美國和中國有一個武演的時候 在武漢舉行武演的時候,美軍將這個病毒帶到中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看過這條影片 或者這個圖片 這個女士可以某程度一夜成名 這個照片在網上是狂傳的 為什麼會狂傳呢? 其實不是因為這個女士是她的美貌 而是她吃的東西 那吃什麼呢?蝙蝠 我問大家,你敢不敢吃? 我呢?就不敢吃了 那麼起碼後來就從這個病毒的測試 就發現到有蝙蝠和蛇的基因 所以很有可能是有些病患者 她就曾經吃過或者是接觸過蝙蝠 而吃過或者是接觸過吃了蝙蝠的蛇 或者其他的野味 在武漢的華南市場 馬上就被定為禍首元兇 勒領關閉和清洗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網上其實流傳很多的假消息 我抱著一個態度 就說越是狂傳的,就越是不是事實 而是一種轉移視線 所以蝙蝠也好 蛇也好 或者果子梨 都未必是這個病毒的源頭 是這個意思 未必是因為吃了這些東西的緣故 而會患病 因為我們教會有些頂姐妹來自武漢 所以我跟她們有一個求證 我問她是有沒有在武漢 人會吃蝙蝠呢 有一位姐妹很大聲說 她從來未見過 她自己都未吃過 也在差不多那段時間 在網上都有一些人 她自己是武漢 武漢土生土長的人 都說她們從來未見過 也自己從來沒有吃過蝙蝠 所以今天這個題目 我不是說要為了這些蝙蝠 去討過公道 也不是說要呼籲大家 不要吃野味 雖然應該是不要吃的 因為我們中國人 畢竟是一個擁有豐富食的文化 的民族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 有什麼東西應該吃 有些是不應該吃的 有句話 我相信不是很難明白的 英文說 You are what you eat 即是你吃什麼 你就是什麼 人吃了不乾淨的東西 所以會生病 會病 嚴重的 甚至會死亡 所以我首先跟大家 鄭重的 很清楚地說 從利微記 十一章十九節 其實說得很清楚 蝙蝠是不可以吃的 蝙蝠是不可以吃的 如果蝙蝠是不可以吃的 如果蝙蝠是不可以吃的 還有什麼其他的不可以吃呢 或者為什麼不可以吃呢 有什麼可以吃呢 為什麼又可以吃呢 為什麼又可以吃呢 聖經第一次看到食物 就是在《創世記》的第二章 他說 要神指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 然後他說其中的果子好作食物 很清楚讓我們知道 人最初的食糧是樹上的果子 但是人犯罪之後 神又對阿當這樣說 在《創世記》第三章十七節 他說 你既聽從妻子的話 吃了我所吩咐 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就必為你的緣故受奏狀 你必終身勞苦 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其實你看到這裡 人那時候的食糧 仍然是蔬菜和水果 之前是可以隨手可得的 但犯罪之後 人就用自己的勞苦或者勞力 才能得到這個土產來吃 之後又如何呢? 洪水退後 羅阿一家出了方舟 神又對羅阿這樣說 他說 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 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 如同蔡疏一樣 這就是《創世記》第九章的第三節 所以其實這裡很清楚 看到一個開始 洪水退後 人從荒舟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吃動物 當然我問為什麼 在那段時間開始吃動物 我想最簡單的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當時所有的蔡疏都淹死了 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有蔡疏來吃 所以直至在那段時間開始 人類就會可以吃動物 蔡疏之後 好了,神又給以色列人提出新的指示 今天就讓我們看《利美記》第十一章 第一節 這裏有一套《耶穆華對摩西阿倫說》 其實這一句我已經覺得有點好奇了 因為大部分時間 神只會跟摩西說 說完之後 摩西就會傳話給阿倫和其他百姓 但在《利美記》第十一章第一節 很奇怪 神就要他們兩兄弟 即摩西和阿倫 在同時間說話 我自己第一個理解 就是為什麼要找他們兩個在一起 或者是包括了阿倫 所以這件事很可能 就會跟祭司的工作有關 而第二,這件事就必定跟潔淨有關 因為這是《利美記》中心思想說到這個結證 如果要考究或者考證 我在《利美記》做了一些很簡單的研究 其實神只有四次 同時向摩西和阿倫說話 那說什麼呢? 其實在十一章 十三章 十四章 和十五章 有四次 其實實際上是三個題目 三個題目 他們兩兄弟是同時間出現的 第一次就是今天我們用《利美記》的第十一章 就說到一些所謂的不潔之物 或者不潔的食物 而在第十三章 其實是說到皮膚病 而第十四章、第三節是特別是說到麻風 而第十五章 第一節是說到流病 就是為人在身體內會流出一些液體 或者血之類的東西 所以這些都為之叫做一些不潔的情況 如果我的理解是沒錯的 第十一章 告訴我們 發病的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吃了一些不應該吃的東西 也就是吃了一些不潔之物 在《利美記》的第十一章 第二至二十三節 其實就是指示了他們有什麼可以吃 有什麼不可以吃 因為經文很長 所以我會很快給大家歸類 什麼歸類是什麼呢? 其實是可以吃和不可以吃的 有四種 第一種是在第二節到第八節 是有四隻腳的酒壽 而在第九節到第十二節 是在水裡游動的活物 而第十三至十九節 是有翅膀飛行的活物 第二十至二十三節 是有翅膀的爬行物 第一類 聖言叫做酒壽 正如我這個用語 比較準確一點 是四隻腳酒壽的活物 第一類 這一類中 有什麼可以吃的呢? 這裡很清楚 它說 凡提分兩飯 倒著的酒壽 你們都可以吃 什麼叫做提分兩飯呢? 這幅圖 大家可能會清楚知道 這些動物 有腳底 或是我們淋上的腳趾 它分開只有兩飯 這就是分題 而這個聖經更加清楚 我告訴大家 有什麼可以吃呢? 有兩個條件 兩個條件都是滿足的 可以吃的 就是提分兩飯 以及賭醬 什麼叫賭醬呢? 其實就是像牛一樣 它吃了一些東西之後 它過了一段時間 它會把它套出來 再吃 這個為之叫賭醬 所以 如果是不滿足這兩個情況 那些食物都不可以吃 聖經就給了一些例子給我們 可以吃的 那些是沒有提到的 我們可以看一看 食物動物是哪些是賭醬 哪些是分題的 我們就知道 但是讓我們知道 有什麼是不可以吃的 例如駱駝 兔子 這些不可以吃 我知道中國 我們這些地方 有些人是吃這個兔子的 而 豬又不可以吃的 豬是分題 但是它是不賭醬 另外 又分題 又不分題 即是分兩飯 以及不賭醬 就沒有給我們一些例子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了解 牛羊可以吃的 果子梨是不能吃的 村心甲又不能吃的 但這裡清楚說 豬是不能吃的 我想 對於我們華人的影響比較大 我們華人的主要食糧 或者吃動物 吃肉類 其實不可以吃豬肉 吃很多 當然 為什麼不可以吃 為什麼不可以吃呢 其實我們現代的人 我們就知道 特別是生豬肉 或者是一些 還未煮熟的 一些豬肉 其實有很多細菌 以及寄生蟲 所以吃了這些 還未完全是煮透 或者煮熟的豬肉 人的身體就會出現 無病 第二類 是說到 水中游動的活物 當然 我們一般 叫做海鮮 其實我不喜歡用海鮮 因為不一定可以在河裏 可以在溪間裏 不一定是鹹水 可以是淡水 所以我寧願 就用了水中游動的活物 這些食物 這些水裡面 有什麼可以吃呢 他就提到 有什麼可以吃呢 有兩個條件 一個就是 聖經來說要有刺 我們廣東人 有一群叫旗 又有旗 而另外 這個條件 就是有鱗的 有鱗的 我們就可以吃 其他呢 如果沒有鱗 沒有鱗的 那些是不可以吃的 當然我們也要問 為什麼不可以吃呢 因為 我們現在也知道 很多這一類的海產 吃了之後 其實很多人會過敏 會過敏 會過敏 而另外 我們也知道 這些海產 或者這些水裡面 油洞的活物 有些未必是油的 在水裡面的活物 有些膽固醇 是偏高的 很高的 所以我們 特別我們現在 北美的華人 我們很多時候都有一種 三膏 膏人 特別膽固醇 膽固醇膏 因為吃了這些 水裡面的 油洞的 活物 食物 有關 特別這些 很多來講 都是沒有鱗的 但是 同時 如果是說一些魚類 如果是沒有鱗的 其實很容易 會吸收到 在水裡面的 重金屬 或者毒素 所以這種情況之 我們看到 有些東西 我們都很喜歡吃的 但是 未必 是 可以吃的 鱔 或者 我們叫做鰻魚 那些 是不能吃的 因為 它是沒有鱗的 那 以前 我們吃的 黃鱔 黃鱔 不能吃的 或者是 糖塞 那些是沒有鱗的 或者 貓魚 那些 那些 都是不能吃的 其實 看到這裏 就知道神 那種 這裏是真的 宇宙萬物 他自己創造 他知道 有些什麼 其實 吃了之後 對我們人的身體 會有負面的影響 所以 他一早 已經跟我們說 應該吃 有些 不應該吃 再次看到 神自己的智慧 在這裏 而第三類 第三類 是 一般我們可以說 雀鳥 但其實 翻譯未必是最準確的 應該是 用 翅膀 飛行的活物 但是 他很清楚 有 一對 翅膀 還有 雙腳 但是 這裏 一個分別 經文沒有清楚 指示 我們 是 吃與不吃的準則 所以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或者 再加上 他只是說到 一些 不可以吃的 類別的時候 我會接受 雀鳥 基本上 是可以吃的 唯有 這幾種 這幾種 也和大家 歸類 不可以吃的 例如 鵰 狗頭鵰 紅頭鵰 然後 瑤嬰 小鷹 烏鴉 一大堆 當然 包括了 剛才我們說過 蝙蝠 老實 我對雀鳥 不是很多的認識 有些 連聽都沒有聽過 甚至有些 名字是讀 都不會讀的 但是 其實 可能 有些 電影師妹都知道 我是 十幾歲 來美國 正如有些人說 我是讀翻書 讀翻書 所以有些 看英文 對於我 比較清楚 所以 英文我看到 這裡 看到 The Eagle The Bearded Vulture 我知道是什麼 然後 Black Vulture 也是大堆 其他 Falcon Raven Ostrich 有一堆 我們叫貓頭鷹 那類的東西 一大堆都是R 又說到Vulture Stock 我們都知道什麼 最後講到蝙蝠 其實 我看英文 給我一點頭緒 小小的頭緒 因為我看到這些雀鳥 其實不少我們會叫他們 Dirty Birds 即叫做裝鳥 污糟 污糟 為什麼說是污糟 因為 主要他們的食糧 是一些死物 或者是垃圾 或者是垃圾 甚至是垃圾 英文我們叫這些 這些鳥 就叫Scavenger 好像清到褲 因為主要吃垃圾 另外 也有很多這類的鳥 包括 Seagull 海鷗 或者其他Vulture 那些 那些 Eagle 就很清楚了 這些 就叫做 暴獵類 就是Hunters 他們專門 就會在 居高臨下 看到一些 可吞吃的東西 就會飛下來 抓住他們 然後 就會 捉住他們 這些就是 暴獵類 暴獵類 這些其實是生的 或者有肉的 動物 另外 我們看到蝙蝠 以我們很多人了解 蝙蝠是會飲血的 會飲血的 是不是 大家覺得是不是 蝙蝠會不會飲血的 其實是的 有一類的蝙蝠 是會飲血的 但是我想蝙蝠 另外一個 一個特徵 其實跟後面那些 貓頭鷹那類 是有些共同的地方 這些都是在夜間活動的 夜間活動的 它們叫做 noct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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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日夜 顛倒的 這些為之 叫做nocturnal 所以如果這樣的理解 我會把這類不能吃的雀鳥 有這樣的歸類 就是這些動物或活物當中 我稱之為一雙翅膀和一雙腳的活物 那是什麼可以吃呢? 如果它是吃正常的食糧 什麼是正常食糧 以我們了解的蝙蝠是吃蟲 這些是正常的食糧 而同時 雀鳥一般是我們的理解 是日夜正常的 即是我們起床 它們已經起床了 甚至我自小 我家裡都 雖然家裡的環境不是特別好 但我爸爸很喜歡養雀鳥 家裡經常都有些雀鳥 那些雀鳥一早就在那裡叫 因為有幾隻大家去對唱 那些雀鳥很吵 大家也看到他們很開心 所以我看到這些雀鳥是正常的 日夜正常的 但也看到剛才這個類別的雀鳥 是吃一些污胃的食物 而同時是日夜顛倒的 所以如果是滿足到 這兩個條件 是正常的食糧和日夜正常的 這些雀鳥大部分是可以吃的 但如果不是 這些雀鳥就不應該吃 或者不可以吃 所以正式再次跟大家說 蝙蝠是不可以吃的 因為我們也同時知道 蝙蝠有很多細菌 和很多病毒 而第四類 是有翅膀和腳的活物 和剛才第三類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有什麼指引來吃 其實這裡也有一個很清楚的指引 甚至比之前的更具體 在第20節和第21節 《飯有翅膀,用四粥爬行的物》 你們都當以為我針》 即是說有翅膀 但它們是爬到來的 爬到來的 這樣就... 你就不可以吃 但如果是有翅膀和四粥 它們有粥有腿 但它們是跳的 它們不是爬,而是跳的 那你就可以吃 所以我就很簡單 跟大家立即歸類 這只有一個條件 一個條件 就是什麼可以吃 是跳的 爬的 是不可以吃的 所以聖經也給了一些例子 有什麼可以吃 它說是蝗蟲 馬炸 蜥蜀 蜥蜀 這些是可以吃的 所以... 這很簡單 讓我理解一件事 使我們不會失去健康 這些保持健康 或者讓我們得到潔淨 其實第一個行動 其實很簡單 就是... 不吃不乾淨的東西 不吃不乾淨的東西 這就是... 在這段經文 第一個給予我們一個原則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 吃不乾淨的東西 就可以使人生病 第十一章的二十四至四十三節 是一個新的段落 也因為經文太長 所以我只會讀 二十四至二十五節 他說 這些都能使你們不潔淨 凡摩了死的 必不潔淨到晚上 凡拿了死的 必不潔淨到晚上 並要洗衣服 所以如果你繼續看這一段落 你會發現 好幾次用摩或拿 這兩個字 摩和拿 其實就是接觸的意思 當你的手和不乾淨的東西接觸 你就會成為不潔 你會有可能發病 所以... 如果之前 是說 You are what you eat 即你吃什麼 你就是什麼 今次呢 這裡給我們理解 就是... You are what you touch 即你摩什麼 你就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 也不難了解的 從一切研究的顯示 這個... 新冠狀的肺炎 或者COVID-19 其實呢 它... 只有三種的... 所以叫... 途徑 是... 傳播 或者擴散 那就是... 飛沫 接觸 或者是跟動物的... 接觸 其實... 這個是這幾樣的 所以... 第二個行動 我們很容易會理解 如果第一個是... 不吃 不乾淨的 第二個呢 就是... 不摸 不接觸 不碰 不乾淨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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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準備... 就是... 講... 很多的... 其他的... 一些的情況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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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小心不要摸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不容易摸到不乾淨的東西 就可以傳播到病菌 摸到你自己的 手中碰到有病菌 要你摸自己的眼睛、鼻子、手在口上 其實你都會有機會感染病毒 最後一段在第十一章,第四十四節到第四十七節 其實這也是一個總結 從食糧帶出相關的屬靈原則 從物件或食物的接觸到人的接觸 有一句說話很有可能出自John Wesley 他說Cleanliness is next to holiness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翻譯 最直接的就是清潔僅次於聖結 給我們理解的意思是 身體的血症或多方面的血症 其實是跟人的性結 性結是息息相關的 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其實跟一個人的屬靈生活 也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就看這段的經文 十一章第四十四至第四十七節 他說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所以你們要成為聖結 因為我是聖結的 你們也不可在地上的 爬物污衛自己 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 是作你們的神 所以你們要聖結 因為我是聖結的 兩節你都清楚看到神對祂的指紋的心意 就是好像我畫了一條線 所以你們要成為聖結 因為我是聖結的 然後在46至47節 他說 這是酒壽非鳥和水中游活的活物 並地上爬物的條例 這要給了一個目的出來 是要把結淨和不結淨的 可吃的與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別出來 最後一個行動 分別不結的 為什麼呢? 我們要 因為是神的心意 要我們好像祂一樣聖結 所以其實這個分別出來的作用 就是可以效主聖結 使靈命 康見 我們中國人都有一個說話 就叫做近諸者赤 近墨者赤 其實這個很實在 你越是跟一些東西越接近的時候 你就越有機會受到感染 你就越有機會受到感染 所以現在呢 在美國 我們主要來說 都有一個 六呎距離 的規矩 加拿大 還比較嚴謹 其實是多一點 他們是兩米 所以是六呎多 其實就是說來的意思 若然會受到感染 如果你是接近 你越有機會受到感染 所以同時 在這個 叫做 一些東西可以影響到 我們的屬靈生命 一些人 事 馬 其實我們要懂得 保持一個 清晰的距離 我們不要說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心行 我們懂得 有些東西是要避忌的 就要避忌 我們懂得有些東西 我們不應該要接觸的 我們就不要接觸 因為這個是會直接 會直接影響到大家的 不只是身體的健康 也都是屬靈的康見 所以 求神是 祝福大家 也都特別是 在這個 病毒的 病情的 期間裏面 我能夠互相的 提點 互相的 能夠 有一個 很恰當的 接觸 但也都是 用這個 機會 提醒大家 我們其實 重要的是 我們在這個 神所給予我們 那個 生命裏面 我們知道 有些什麼人 我們是 不應該要 或者 我們應該要 劃清界線 有些什麼人 或者 有些什麼事 我們應該來說 是跟他們 要保持一個 距離 面前 受到 渲染 再次 求神 祝福大家 也都恆求 恆求神 讓大家 能夠在凡事 能夠 康見 有主自己的同在 養我們的神 成為我們的病難所 我們 讓我們 在低頭吐國 我們主要 原住你自己 紀念到這群的電影節目 原住你自己 幫助他們 在這個 無論是一個 恐懼的情況 當中 或者是一個 困難的環境裏面 都能夠 依靠自己 有智慧的 能夠 清楚的 有些清晰的隔離 但另一方面 也都知道的 是跟你 要繼續的親近 我們再次幫 香港人自己 恥福 你自己親自的同在 感謝你 聽我的禱告 我們就去一次 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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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